就是它里面的内容 那一样的方法 这个范围清空 所以有四个范围清空 那你想说 老师那你那个单号为什么没有清空 因为跑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它变成说单号没有清空 那单号没有清空 主要是我必须把这个里面的值怎么样 把它加1 再写回去就对了 因为这里将来我需要怎么样 需要再把它变成34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你将来 这个地方如果要变成34的话 写法就不能够像之前我们写的 就是直接把它加1 那写法 当然你直觉的写法应该是 我看 这边我已经写了一个 这边的写法这样 就是你就把这个 如果你原来的写法应该会是 类似像这样 就是直觉的写法是 Range B2等于 就是因为你要写回去 那你就等于什么 等于Range B2这个 然后加1 加1 原来的写法可能会是这样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它本身只有33 33加1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前面有一个S00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做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数字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呢 假如你把不是数字加1的话 它就会产生错误了 所以我这边 假设我今天要把单号加1 我们来Run一下 我把程式停在这边一下 前面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我新增资料 那我把中断点设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如果不确定说 我后面的程式会不会产生错误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所谓的中断点 这个中断点的用途就是说 让程式先停在这里 我在按F8 再慢慢去check 因为我知道可能会发生错误的时候 我通常不会急着马上让它跑完 而会让它停在这里 再慢慢除错 那所以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 来让你比较轻松的去找到错误所在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可以这样的 然后按F8 接下来会不会有错误呢 S0033 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加了1 文字加1会怎么样 它会跳出错误 形态不符 有没有 所以真错 它会停在这一行 那将来怎么办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 他写完成一定会产生错误 错误他不知道怎么解决 反正没关系 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学会如何除错 把问题解决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有一种做法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呢 我这个文字 它没有办法加1 可是它的后面 后面几码呢 它其实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S跟0033 S是它的那个 可能它哪个单位 或者哪一个 然后呢 哪一个类型 那后面的话 就是四个号码 就是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 看 就是说呢 我加的部分 是加后面 那我前面一样 还是存在 所以我可以 先加个S 也许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 再加一个S S开头嘛 串接 我加 不加它 我直接拿它 先串接 S等于什么呢 and rangeb2的 右边四个字 那右边四个字 我怎么叙述呢 右边四个字 就write 刮糊 就是rangeb2的 后面四个字 豆点4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叙述 切出来的话 它就会是多少 0033 OK 那0033呢 当然 如果你把它加1 它应该没有问题 它只是说 会帮你把它改成33 再加1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地方 加了1之后的话 那你再输出 假设你这样 有没有 你把它切开来了 S归S 然后0033归 就是加1 那这个时候 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你加完之后 我们按F8 你会发现 它也没有加了 它有加了 但是呢 它变成什么 S34 为什么 因为它会先把0033 改成33 再加1 就变成34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你原来00怎么办 这个时候又有点麻烦了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 把它变34之后 怎么样 再把它加一个formator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formator 它如果在那个 Esser里面是用Test 在VBA叫formator 斗点 怎么样呢 1234 是吗 有没有 然后后刮一下 也就是说 它加完之后